做自自有的模型 听Cig为您分享 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玩分享 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 也就是眼前的这一款大班 繁模再版的HG FA78雷霆周语版本 那么这款目前的均价是在58元 我记得几年前 这个价格应该是在30版元左右 对于今年的再版 这个价格已经是涨到了58元 下不多涨了有20块钱左右 我个人感觉当前这个板件量 以及这款模型的素质表现 其实这个价格是比较偏高的 如果说给它一个上升的空间 让它价格在45左右或者45以下 我个人认为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价格 如果说超过45块钱的话 这款模型可能就真的不值这个价钱了 虽然说装备很多 但是在板件量上绝对是没有 全装作用兽那么多的 那么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 其实我在之前的动态里就已经说过了 这款模型单论素质表现 以及整体的外观表现 是不如大般之前出过的MG FA78的 也就是说 而且目前MG FA78的价格 我个人认为在138左右 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价格了 如果说各位喜欢 我更建议有限钱的去冲一个MG的FA78 HG的话 如果说你是真的喜欢 那么就可以冲一个也行 总的来说 还是优先选择MG的 然后再去选择HG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 我整体拼完以后 我个人感觉 当前的这个面向 以及这一些细节刻线的话 还算是说得过去 但是经过我对一些朋友 那块知道的了解来说 HG的FA78 以及MG的FA78 是两个设计师 在设计上方面 有一点稍微的不同 所以说MG那个 可能会看着更扁原一些 HG看着就会细长一些 最终就导致HG的头部 有一些大眼萌萌的感觉 MG的头部呢 看着就会更凶狠一些 这个就是两者的 最明显的区别了 头部的天线部分 还是比较细长的 需要各位在把握的时候 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尤其是头顶 这两个细长的天线 真的是非常容易顿 贴纸部分 也仅仅就是在眼部 监视器部分呢 是提供了金色的不色贴纸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了 那么整个头部 依靠一个PC件的球关节 进行一定的活动性 整体也只能进行 一定的左右旋转 抬头幅度还可以 但是低头幅度 比较好的低头姿势 但是我总感觉 这个低头姿势 我这台模型是做不到了 不知道各位会不会 跟我们有同样的结构呢 胸部部分算是真款模型 整细节表现刻画的 稍微多了一个部分 因为这款模型是提供了 补色贴纸 以及一些标志贴纸 所以说在标志贴纸的加成下 这款模型还会有 一定不错的外观表现 即便是素索 也看着不会特别的素 其实从这里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这款模型的实物表现 与说明书上的图片表现 这个四叉还是比较大的 要偏向一些深蓝 但是MG的FA78 那个外甲颜色 又会偏黑色 目前来说 也就是一个四叉的问题了 那么整个胸部的细节刻画 还是比较清晰的 前端的红色出几口部分 依旧是分件进行实现的 这个部分还是比较不错 内部的网络机构 也比较清晰 但是因为还是HG比例的限制 本况目前 也没有驾驶舱的展开机构 而且也没有任何 核心战机的挂载样式 按照MGFA78的显示 这两个白色零驾下屯 应该是导弹夹仓的 但是因为HG的缘故 这两个部分 是完完全全的固定结构了 上方的黑条 还是贴纸进行补色的 这个地方 我总感觉给的 稍微的有一些意义不明 同时这款模型 也并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的拆除掉 所有的外界 之后露出里边 原本的白色版本FA78 这个形态下 也只是这款模型的 最终形态了 这款模型的腰部 是提供一个大型的 重型卡短进行连接的 虽然说在上面部分 还是有一定的可动 但是这个可动 整个腰部只能够进行左右旋转 肩甲部分 外侧的四个喷口 均为分件 这个部分的设计 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因为大半零件 精度的问题 这一侧在外端 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缝隙 需要各位稍微的处理一下了 反正我这里 是没太处理明白 同样的 在手臂 大臂的左右和 下臂的左右和 这些部分 都是会有一个明显的缝隙 加上有一定的高低差 这个部分处理的 我个人认为 还是大半零件 精度的问题 稍微的有些差了 这款模型 在手臂部分 最值得说到 我个人认为 还是在这个防伤套的 关节部分 HG是采取了一个 浮雕的细节刻画 也就是说 整个零件部分 都是一体成型的 并没有像MG 改出了所谓的 防伤套的垃圾袋的设计 那个套起来的 其实是比较麻烦的 加上剧中的效果 可能也不会特别好 我MG7 FA78就没有去套 我当然更喜欢 目前这个状态 在人手部分 是提供了普通的 白色的握拳手枪 以及握持武器的 一对手型了 这些我们到 到了以后 武器的时候 带来谁说 肩部部分 通过一个球关键 进行连接 整体的活动幅度 还是比较受限制的 整个手臂平台 差不多能够达到 接近超过90度 多一点点 手臂的取手幅度的超话 差不多能够 接近180度 这个活动幅度 还是比较够用的了 手腕部分 还是带有一定的活动性 但是手腕部分 活动稍微有些松了 上臂也是带有 正常的旋转的 这些都是常规的 手臂活动姿势了 在裙甲部分 也是没有任何的 导弹舱的展开机构 这些红色的 都是完完全全的 单独的分件 没有办法进行 一定的展示了 上端的白色部分 这些居为贴纸 进行补色 所有的裙甲 都是一样的 这个部分 一共是提供了6个贴纸 虽然说效果还可以 但是吧 这个贴纸 我总感觉 粘性不是特别的够 需要各位 稍微的注意一下 整个裙甲的活动性 依靠一个球关节 进行连接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了 后天甲 通过一个PC件 进行连接 但是活动手感 比较松 而且这个地方 抬起幅度 非常非常的小 后天甲 依旧是不可动结构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了 FI78的腿部 也就是那种 偏方正化的造型 整体的设计 是比较厚重的 而且看上去 也是比较不错的 像这些 依旧是在 防尘套的关节部分 也是采取了 成型零件的配置 这些部分的细节 也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在整体的 左右合方面 看上去 可能要比手臂的 稍微的好上一些 全身的大部分的 喷口贴纸 基本上都集中在了 腿部 像腿部 白色零件 前端的两个零件 几个地方 完完全全使用贴纸布测 而且这个顶件 因为是不规则结构 贴上去比较麻烦 后方 以及下端的这个喷口 都居没分件 这个部分 总感觉 也稍微有些糊弄了 脚底板 这边的细节 依旧是清晰可见了 整款F1878的腿部的活动性 还是比较正常的 前提 差不多能够达到 接近90度 或者多于90度 屈膝活动 因为后面零件的限制 只能够达到 多于90度 多一点点 九二部分 通过一个关节进行连接 但是整体的活动性 微乎其微 基本上 没有办法达到 一个太好的活动性 而且这款模型的 大腿根部 其实是比较松的 在旋转以及板 过程中 时常脱落 这个地方 需要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主体部分 我们就差不多 看到这里了 因为整个F1878的身形比例 其实还不错 但是这个头部 因为实在是太细长了 看上去就没有一点 重装机体应该有的样子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那么接下来 就是这款模型的背包物负了 整款背包 其实也是和我们之前 所见过的 所有的F1878的造型 是比较接近的了 但是与MG不同的是 在整个背包的 白色零件部分 是采取了大量的 类似于 防震套的一个 结构设计了 因为为了 让各位看这个细节 看得更清楚 这个部分 我也是进行了一个 全部的渗现 貌似当前的效果 也还看得过去 在背包侧面的喷口 这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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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喷口 均为贴纸进行补色 在大量的贴纸补色下 这个背包看上去 也还可以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有的贴纸就会像这样 在把玩的过程中 就直接错位了一样 这个真的就是 很没办法 好像还贴坏了 玩毒的了 所以说 这个部分 就是能有能力 进行补色一下 补个色吧 因为贴个红色 里边再给它 涂个黑色就可以了 在背包后方的推行器部分 这些都是一个 常规的操作了 这些部分的喷口 都是用分件 进行实现的了 下端大喷口 上端的喷口 也都是分件 进行实现的 背包侧面 还各挂载了一把 光束迅刀键面 同样这款墨型 也是附带了一个 普通的光束迅刀 特效件 背包上头 是挂载了一个光束的 这个应该叫 大型光束炮 然后这边 是六连转的 一个导弹架舱 这些部分 都均为左右核 而且是并没有 任何的展开机构 下端是通过一个PC键 能够进行一定的 上下的抬动幅度 并没有办法 进行左右旋转 加上整个磁轨炮 这些上面的灰色分色 均为贴纸进行补色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 去做一个分色 那么背包部分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像什么中间的 这些夹仓了部分 这些设计 我个人感觉 要比MG的那个 一大块零件 看上去更好一些 前端的机械臂部分 其实是提供了两个 一会儿在讲到盾牌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整个背包 直接插在 主体后方的两个卡榫 就可以实现 完全的大带来 但是这个时候 整个机体 就会呈现一个 不举的情况 即便是MG 好像也没有办法 太好的去承受 当前这个重量了 所以说 这款针对于 这个形态下 这口模型是附带了 一个比较简易的 HD支架的 我们直接使用 这个支架插上去 就可以实现 FV78的一个 稳定的战力样式了 那么这口模型 附带的所有的武器装备 也就是这四面盾牌 以及高能光束 双管光束布箱 加上这个导弹夹仓了 这些部分 也就是这款模型的 全部的武器装备了 首先就是在 所有的盾牌方面 这些盾牌 都是下方的 这个成侧部分 都是通过贴纸进行补色的 上方的EFS标志 也都是贴纸上的 一个遗验了 这些效果 还是比较不错的 再来就是 双管光束布箱了 这个部分 整体的分件 以及细节刻画 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款模型 在整体的武器部分的零件 还是比较好的了 上方也可以 直接挂载一个光束盾牌了 这个盾牌的话 我建议 就直接插在这上面 就可以了 毕竟要实现 全装搭载样式 下方也是提供了一个握板 我们直接把握持枪的手型 卡在上面就可以了 加上后方的 这一个卡段 还有侧面的这一个部分 可以完完整整的 将整个武器部分 好安好的 挂载在整个手臂上了 另一侧手臂 就自然挂载了 这个导弹夹仓了 上方也是安装了一个盾牌 而且这个导弹夹仓 上方的灰色分子 全部都是通过贴纸 进行补测 这种长条的贴纸 一侧被分成了四份 扎上去还是比较麻烦的 毕竟条有点长 同样的办法 拆除另一侧的握持手型 我们把这个手给它插上去 后方依旧是有一个挂载样式的 我们直接把两把武器 全部卡在手臂上 就可以实现这款模型的 全装备的搭载了 剩下的也就是通过 将背包前端的两个零件 给它拔掉 这些部分 因为是没有办法展开的 所以说是完全的固定结构 我们查上这一次 有模型所附带的 一个展开样式机械臂 虽然说这个机械臂 也是固定的 但是前端的旋转握板 还是可以活动的 后方也是带有一定的旋转活动 所以说对于整个盾牌的握持 以及方向调整 这些问题 还是都是引人而解的 但是前端这个C扣 我个人建议在把玩的过程中 一定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通过两个机械臂的连接 那么这款模型 就可以实现完完整整的 四顿搭载样式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FA78的一个正常的机械形态了 那么这款模型上的所有东西 当前状态下 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综合素质表现来说 这款模型在整体的素质 以及外观方面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唯独这个头部 看上去实在是太违和了 剩下的时间 我们进入今天的学生建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学生建议 在刚才的评测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还忘了一个零件 这个零件就是用来单独挂伐盾牌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一条手臂上 实现两个盾牌的挂伐样式 但是我相信 这个形态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朋友 去尝试吧 毕竟两个重型武器 还是比较帅气的 本国模型 其实在整体的胸件方面 我个人这一台模型 还是比较多的 主要都是以扩孔 以及小装为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头部方面 不对 胸部方面的G3是比较紧的 需要各位 在这里边稍微的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方形卡位 不太好过 我建议稍微的给它用牙 或者说用水口钱 给它按进去就好了 这边在B10 以及B11两个零件 安装的是非常非常紧的 需要针对于下端的孔位 进行一定的扩孔 在头部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A6这个零件 比较细长 需要各位 不要给它弄断了 然后G8这个零件 是比较紧的 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G13和G12两侧之间 也是非常紧的 然后再来 B12以及B13 卡在这上面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柱形卡榫 稍微有些紧 需要各位在扩 修的时候 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这边 D7和D17两个 也是比较紧的 需要稍微的 给它削一下孔 这边 在脚底板部分的B7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这边的G6 以及这边的G7 在组合的过程中 也是比较紧的 需要各位 稍微的注意一下 这边的C7 是非常非常紧的 而且这里边的卡榫 毛刺较多 需要各位 稍微的处理一下 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针对于 用水口钱 在这边的卡榫 给它拉一刀 这边就好插进去了 在跨部部分 整个后进甲部分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才能插上去的 再来 C13 也就是装部部分 也是比较紧的 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这边的A7 以及这个编号 这个零件编号是A8 这两个零件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同样 两个背包都是一样的 那么再来 就是B8这个零件 也是非常紧的 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那么其他的 这款模型 基本上就没有办理了 针对于补测贴纸的话 说明书上就已经有提及了 而且在最后一页 说明书 还是提供了 大量的这些交贴的 进行一个简单的标志粘贴 各位可以参考着这个 上面去进行一定的粘贴了 那么本期的学校建议 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的结束了 依旧是那一句话 我的手里这款模型 并没有办法代表 所有的模型素质表现 所以说 还需要各位玩家 自行的进行甄别了 那么针对于这款模型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单论这款模型的素质表现 我个人认为 无论是在把玩 还是说摆动的战事方面 可能这款模型 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毕竟 FA78这种重装型机体 我相信 有一定的朋友 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当前的这个价格 58元的价格 真的不如再加50元 去买一台MG的FA7吧 虽然说这个50元 加的可能不太实现 但是如果说加个六七十 肯定是完全的够用了 当然这个时候 我就有点双标了 因为毕竟我曾经说过 我不太喜欢说随随便便 说加几十加几百 就可以买了一台模型 怎么怎么样的 确实 并不是所有人 都去加得起那个价钱的 但是单论今天的 这款模型的素质表现来说 我个人感觉真的不如去买一台 MG的FA7吧 无论是万代也好 还是大班内也好 都可以会比这款HD的FA7吧 要好身一些 万代的HDFA7啊 目前的价格 我看一下大概在170元左右 应该说算是一个 有一定的溢价吧 单论这款模型的素质表现 以及这个价格 肯定是不太提配的 如果说这款模型 能降到像我之前说的 45元左右的价格 我认为还是可以充一充的 目前的情况下呢 如果说不是特别习惯 那就快简单的观望一下 就可以了 本期的C高模型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评测 不见不散 拜拜